继续老派情依陈彦秋 立音刚进的唱法 扮相柔美的造型 混合中低浑厚的嗓音 唱出民国40年代四大名弹 成派的风格特色 身为男性演出弹绝 即使是第一次登台式演主角 一举手一投足之间 仍然紧紧抓住观众的目光 找到男生来唱《青衣花旦》 这个男生其实在台湾或者是对岸少之又少 那台湾出现了一个造型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 算是宝贝吧 它的棉李针 因为它的字嘛 棉花的棉 里面的李针 针放在棉花里面 不能动荡得太大 不像那个梅兰芳大师 或者是上晓云 他们的厂家会比较激昂 它是比较有那种底蕴 声音比较低 比较低 然后印的宽 它等于针在棉花里面不能乱动 由郭公亮文教基金会推出的金剧《荒山泪》 剧情讲述明朝末年 崇祯皇帝不断瞌睡 让人民痛苦不堪 主角张慧珠的丈夫 为了过重的税收 上山采药被饶骨吃了 一家人接连死亡的悲惨故事 这个城派名剧《荒山泪》是一个大悲剧 那它因应当时时代的动荡 政府的不安 所以当时陈彦秋 陈大师 他就因应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动乱 他就把生活上的实际的氛围 抵运跟一些名作家把它编成这个《荒山泪》 媲美西方悲惨世界的金剧《荒山泪》 最适合用城派中低浑厚的嗓音 来全市民朝末年基层老百姓们 刻苦生活的大时代悲剧 而非刻班出身的赵新 首次粉末登场饰演主角 就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成为台湾大陆两岸之间 少之又少能够演唱城派的明日之星 记得李依如台北采访末岛 中佳有线电视 熊精彩